今天来制作薰衣草精油唇膏 薰衣草原产于地中海岩岸 是一种极观赏性及药用性的多年生花会 薰衣草具有镇静舒缓及改善睡眠的功效 今天的配方可制作一支五克装的唇膏 首先用酒精将烧杯和玻璃棒消毒好 今天精制作一支的分量 随做随用 这样保证自己能用上最新鲜出炉的唇膏 将3.75克甜性人油滴入烧杯 选用味道淡的油作为基底油 制作唇膏要选用可食用的油 然后加入1.25克天然风辣 天然风辣也是可食用的 风辣和基底油的比例要根据当前气温来进行调整 现在已经立下了 气温逐渐升高 要适当增加风辣的比例 滴入不超过0.05克的浓缩维生素 注意将烧杯放在加热底座上 加热至风辣融化 风辣的融点在62摄氏度以上 纯高液体用玻璃棒搅拌均匀 一定要选用可以加热到70摄氏度以上的底座 不然风辣很难融化 今天是用单手拍摄 所以画面不太规整 左手拍摄 右手操作 搅拌均匀后加入0.2克的薰衣草单方精油 再次搅拌均匀 倒入提前消毒好的唇膏空管中 要选用可以热灌的唇膏空管 它跟普通的口红空管结构不同 二者不可替换 室温下精致一小时 唇膏液体从透明变成不透明的乳白色 即为制作完成 完全凝固后就可以使用了 一只的分量 不会浪费 用完再接着做 越冠的唇膏空管有5颗的容量 虽然外表不及口红空管的华丽 但是容量大 比较实用 操作起来也比较简单 维生素B作为天然的抗氧化剂和防腐剂 配方中的浓缩维生素E可以用维生素E胶囊代替 切记是将胶囊脱破 挤入药油不要壳 本配方属于游手救贵系列 适合像我这样的手残档 让我们一起动手做手工吧